音乐大牌Yamaha近年开始进军真无线耳机市场 令大家多了一个注重音乐性的牌子选择 最近Yamaha就推出了这一对TW-E5B 它有一个全新的设计再加上它独家的声学技术 表现又会是怎样呢? 今天除了我之外 等一会小室都会分享一下它用了这对耳机之后的听口感 和对这对耳机的看法 好,那我们就立刻开始了 这次TW-E5B送了什么配件呢? 当然首先就有个插电盒、耳机本体 还有四个不同尺寸的耳胶 有一个在耳机上面 还有一条USB-C的插电线给大家 这次我们开箱的就是黑色配色 它还有啡色、蓝色和灰色 我自己就觉得啡色它的古典味是会特别重的 漂亮得来也是很少见的 在无线耳机里面 插电盒就有一个高新的设计 就是用这个USB-C来充电的 盒顶就有一个类似网民的处理 而这边就有一个小小的Yamaha logo 可以看到耳机其实一样是用了网民再加logo的设计 所以耳机和插电盒是很统一的 耳机就有一个类似两段式的设计 它这里就会有个凹位 你带了上去之后 它就刚刚好卡住耳阔 之后是很稳阵 而且是挺舒服的 那就看一下它的技术规格 Yamaha TWE5B就搭载了一个7mm的动圈单元 频率响应范围是20-20kHz 它就支援到APTX Addictive、AAC和SBC的蓝牙编码 而耳机也有IPX5的防水认证 充满电后耳机就可以连续播放8个半钟 充电盒就可以额外提供多21个半钟的电量 TWE5B就用了实体按钮去操控 左耳机就有一个功能键 你单击就是play and pause 然后double click就是去一个环境声的模式 而右耳机就有两个按钮 当然就是用来调校音量 以及控制上一首、下一首之类的操控 另外它也有一个Yamaha headphone control的apps 首先进去之后第一个就是出现EQ的调校 它就是分了高中低有五段的调校 比起一些三段式的调校 就更加容易可以调到自己喜欢的音色 最下面就是一个游戏模式 你想回到设定那里 其实还有一个电源自动关闭时间 你提供耳机代机器就会自己关掉它了 刚刚提过它有游戏模式 那我就搭配S22 Plus 来玩这个APEX LEGEND MOBILE 都建议大家打机的时候 尤其是玩射击游戏的时候 就开回它的游戏模式 因为就可以明显地改善到游戏声效的delay 今次我就是用了aptX来连接S22 Plus 用Title来试听了 古剧机的眼睛不能无眼泪 方浩文和Wubberbank的终于好天气 今次E5B真的延续了上一代音乐感很重的特色 在眼睛不能无眼泪里 其实前奏是很多不同的吉他声 E5B可以呈现得用了不同指法弹出来的吉他声 即是一些素弦、转弦、一些勾弦 尤其是勾弦的声音是非常突出的 可以表现到吉他弦线的质感出来的 而E5B出到来也是非常有层次的 就不会混合一堆 就算到后面有了人声之后 就算是背景的吉他声 也还是很清晰地出到来的 之后就听了《终于好天气》 其实它的前奏就是一连串的鼓声 之后就出其他乐器 这个鼓声出到来给我 是有一种实滴滴的感觉出到来的 之后加上不同的乐器一齐出的时候 其实E5B也是好像刚刚那样 是处理得非常好的 TW E5B还有一个挺特别的 《听觉保护功能》 令到你对耳机 就算是一个比较低的音量 都可以呈现不同频段的细节出来 我就是拿了它来试听 这个Billy Elish的Bad Guy 做一个对比测试 我把音量放在四分一到三分一左右 开了这个《听觉保护功能》 它的效果是很明显的 因为开了之后 你会听得到前奏鼓声的量感 是会提高出来的 还有它的人声也会贴近回来的 如果是没开的话 你会感觉到这些细节是会流失了的 所以开了之后 它的整体细节是有提升到的 其实我习惯 我都不会用一个很高的音量去长时间听歌 例如我坐车上班的时候 所以这个功能对于我来说 就是非常之有用 所以我都是长期开了这个功能 TWE 5B 它就不支援主动降噪功能 它主要都是靠被动的降噪 但是它也有一个环境声的模式 因为始终都是一个入耳式 会塞着耳朵 如果大家不想脱耳机 都想和人聊天 或者是做运动的时候 想听回环境声的话 那就可以开回环境声的模式 现在我就是试这对Yamaha E5B 这个路边的通话是怎样的 另外一边就是Hugo Hello Hugo Hello Howard 请说 我现在用这对Yamaha的耳机 来看路边的通话 你觉得它的音色是怎样的呢 我觉得很清晰和响亮 或者人声其实也很确实 好的 那这些车声明不明显呢 不觉 真的不觉 现在准备有车过 我又说说话 好 有没有 有没有 我听到有点声音 轻微 但是不影响对话 好的 那这对的通话你都可以评价 不错 我认为我会给接近80分 如果100分半分的话 好的 好 那谢谢Hugo 好 谢谢你 终于到我来分享的时候 这一款Yamaha E5B 其实我自己 就是被它的外形和Yamaha 这个品牌吸引 拿来试了一天 基本上 你看它的外形 真的非常靓仔 而它本身的音乐性格 其实也很鲜明 我自己就拿了它来听了一天的歌 我自己就是用开 KKBOX Hi-Res 的Plan 来听歌 过程中 我觉得这款耳机的性格很鲜明 就是它真的很像 Yamaha的抗音机里面的声音 鑑听级高清化 而且它可以给到一个很搞笑的 即使是入耳式耳机 也有一个定位 给到你 我觉得它比其他厂的耳机有点不同 因为其他厂的耳机 耳机会在高中频 会加强了听感 例如我听海国天空的时候 在家区的声音 整个音场 其实是会阔很多 比我平时听的 Chu-Wires 耳机 但在低频上 它是一个爽快而且短的低频 这个声音性格 其实真的挺像他们的 AVM 出来的 那种快肯定位准的性格 另外一件事 我觉得很惊喜 就是它是使用这个APTX 它是可以玩到 48kbps 或者96kbps 这个高清音效 而它在过程中 我一旦逛街的时候 我由我们的Studio葵方 搭车去到旺角的期间 其实它都可以保持得到 96kbps 而无疾 亦都没有断线 这件事我觉得是非常之惊喜 而它也很特别地 就用了这个环境声音的模式 来去让大家听回街的声音 反而就没有用到 这个ANC 一个主动式的降噪的方法 来去将这个街外的声音 来隔着 这件事我觉得 如果加起来就真的完美的 但是基本上 它的物理降噪 如果你听歌的时候 你都可以隔着了 七八成的声音 当然我们听开ANC的朋友 就会觉得 好像差一点点 还有它在音压上面 如果可以再大声 就更加好 就像我这些 很喜欢缝机的 我觉得如果可以再大声 就完美了 YAMAHA E5B 就用了一个全新的设计 它的调音 也都维持了 它是很重音乐感的倾向 都可以呈现到 不同乐器的质感出来 也都可以提供到 一个足够的动态给大家 而它的Listening Care 这个听歌保护功能 也是非常实用 因为虽然大家喜欢听歌 但是保护听力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作为一对真无线耳机 来自YAMAHA的大牌子 以及功能也是很齐全的 可以刷到这个1180元的价位 的确是挺吸引的 我就觉得这对TW E5B 就是一对非常称积的 日常用的耳机 好 那大家又怎样看 这对YAMAHA的TW E5B呢? 欢迎在comment和我们一起谈一下 那今次的影片就来到这里 记得like、subscribe 和按我的通知钟 那我们就下一条影片再见了 拜拜